在這麼忙碌的學期開始 看電影的時間跟做影片時間真的少得非常可憐 真的很累,真的 不過有機會看了部日本電影 就來說說觀光感吧 我是尼歐,這是吳哲恩心得 睡著也好顯來也罷,改編是才奇有鄉的同名小說 由冰口龍介也知道 入圍71屆坎城的官方競賽單元 而男女主角分別為東出、長達還有唐田、英里佳飾演 故事敘述趙子在大阪時 與一位名為麥的男子交往 結果有一天麥就突然消失了 兩年後,趙子到東京打工 意外遇到一位跟麥長得一模一樣的男子 丸子亮明 正因為長得一樣,趙子愛上了他 一起幸福地生活了五年後 麥卻突如其來地回來了 電影的片名相當有趣 先說英文片名 Asako 1 & 2 也就是趙子一和二的意思 表明故事要述說趙子人生的兩個階段 分別是與麥跟亮品的兩段生活 而一和二也能解釋成一號跟二號 通常是機器這種大量生產的產品才會有編號 是否也意味著趙子將亮品試作成麥二號 試作成一種替代品呢 這讓我想起以前綜藝節目有訪問過好幾組雙胞胎 主持人問雙胞胎們最討厭原本怎麼談論他們 大部分得到的答案是不都長得一樣嗎 原因是沒有人想是誰的替代品 正因為如此驗證了趙子的自私 也點出原文片名睡著也好醒來也罷 麥對趙子來說就像突如其來的美夢一般 但夢總會醒就像麥的離開 在麥不在的日子一直付出關愛的亮品 淺佈了趙子醒來的日子 但美夢在此時又突然醒來 這是一個整體相當沉重的故事 但在劇情的敘事卻時不時用相當日常的搞笑手法存擦 這在前段的故事中一步步堆疊所謂的幸福感 最後再一舉摧毀 長得一樣卻完全不同的人 你能接受嗎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反正怎樣都好 人生本來就像一場夢一般 是嗎 當我們因為後悔反向認真去審問自己的時候 那才是真正的清晰 不過不管答案如何可能都來不及了 在影片結束前想聊聊演員 為什麼拉到這麼後面講 是因為我不想壞了前段的氣氛 在這部電影中動作昌大的演技非常好 是演兩角以演出完全截然不同的人 不過實在是太容易出戲了 都是因為Bog講這個角色惹的禍 誰叫詐欺斯如此生得我心呢 最後是我自己多想的 麥的日文發音等頭一末 為什麼會特別強調這一點 以前唐代中國文化傳入日本時意外有了 墨會吃掉惡夢的傳說 因此墨也被視為吉利的象徵 既然吃掉惡夢 就會留下美夢 對吧